有很多朋友问我一个很好玩的问题 他们说你觉得说你走了一百多个国家以后 一百八十多个国家以后 你发现了更好的自己 发现更好的自己是什么呢 我说这个问题问的好 那其实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就是发现一些小时候觉得很简单 就是我很随意忽略的东西 发现非常深刻 比如说我觉得生活生命中什么最重要 小的时候就说真善美 对吧 现在想想就是对啊 就这三个 没有第四个了 我觉得我无论看待宗教 看待学习 看待社会 看待情意 看待很多的交往什么的 我觉得就把握这三个就好了呀 念难听话听真话 然后善良的对别人 不管怎么说 不管别人怎么做的 对吧 然后欣赏和记住那些美好的东西 我觉得就这么简单和深刻 是吧 生活本身也确实很开心